我是保羅 上次我們有談到關於基本堆疊的一些理論 不過齁 老實說我上次回去自己看 在編輯那集水潭的時候就覺得 只談道理果然是蠻悶的齁 不過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來做這個 繼承上一次的主題 Tetris堆疊 那我們這次就是來實際操作了齁 這裡有一個Tetris堆疊的考驗 這個是我偶爾都會回去玩的一個 自己玩的一個小遊戲 很簡單 目標就是你在40行的模式 通常叫做Sprint還是Time Attack 然後你要用削10次Tetris來完成一局 那你不能消任何其他的 Double,Single,Triple 那就是 重點是不能用Hold 所以你就要很小心的 不能失誤這樣子 好 那現在讓我來示範一次 按摩 衝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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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